哈囉 我是艾琳斯 來看看我包包裡有什麼吧 那我現在就要跟大家介紹 平常我旅行坐飛機的時候 身上一定會帶的一些小單瓶 那平常如果就是坐飛機 或是不管到哪裡 我一定不會忘記的就是護手霜 因為我的手非常容易乾 那我身上還會帶的一定就是這個防曬乳 因為不管在歐洲、法國或是台灣 其實現在就是整個夏天的季節都很長 我個人呢在用防曬乳 我喜歡挑有潤色效果的 因為我覺得它同時間也可以取代粉底 然後來作為有一個有潤色BB霜的一個效果 再來我身上一定會帶的呢 就是這個抗敏的有機械妝水 有時候適時的可以把就是防曬乳卸掉以後 再重新塗 另外就是我還會帶這個小罐的隨身瓶摩洛哥油 那像頭髮平常發尾很乾啊 或者是洗完頭之後 因為有時候住在飯店裡面 可能沒有用到這麼好的洗髮精跟潤髮乳 那洗完之後頭髮還是很毛躁 我就是會用這個摩洛哥油 來做頭髮的一個護理跟保養 那當然可以缺少就是護唇膏囉 這個走到哪裡都要擦到哪裡 再來就是我會帶一支這個像 晚安凝膜 因為上飛機我知道很多人就是會習慣敷臉 那如果要敷一整片那種直面膜 對我來講我會覺得好像有一點點害羞 怕會嚇到其他的乘客 所以我就會用這一種啊 擠出來是凝膜狀的 會塗很厚很厚在臉上 那上飛機的時候 因為飛機裡面的空氣啊 它是比較封閉的 所以可能會有比較多的細菌 所以上飛機之前 我都會先準備一個口罩 那這個口罩就是上飛機之後 像我已經敷完臉啊 然後準備要睡覺的時候就會戴口罩 但是這個口罩呢我會滴這個茶樹精油 另外我還會在身上帶一片這個擴香石 擴香石喔其實就是在很多就是 平常就是歐洲的家庭都會必備這種精油 那我剛住在法國的時候感冒 那時候很多法國鄰居朋友都會跟我說 你就用精油啊加一點糖啊 滴在水裡面啊 那慢慢慢慢我就開始跟著接觸 那我身上會戴這個擴香石 只是因為我平常都會準備一罐就是甜橘 Sweet Orange的有機精油 然後就會滴在擴香石的上面 滴其實一兩滴就好了 然後滴好之後呢 可能你就可以放在小朋友的周遭附近 然後或者是你就可以拿在小朋友的鼻子前面 給他聞一下 這樣在飛機上呢就會讓他們比較安定一點 這些就是我平常呢上飛機的時候一定會帶的一些小單品喔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